loss 比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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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 謝磁俄 你怎麼在寫合約書啊 因為我跟朋友講說 就是我今天跟他借這台車 如果今天不小心有發生任何事故了 再小的事故我就直接把車買回來 - 歡迎來到缺食的卡 - 歡迎來到缺食的卡 - 歡迎來到缺食的卡 - 今天來到美好關係 - 跟彭哥借這台AMG GTi S - 我們歡迎彭哥 - 大家好 - 我是美好關係的創辦人 - 我叫Jazz Pong Jazz Pong自己有自己的頻道 - 他專門就在講一些中古車的部分 - 關於買賣或是一些中古車的小解析 - 所以大家有喜歡中古車想要看這類型的影片 - 也可以到彭哥的影片去看一下 - 太好了太好了 - OK 那我們在出發之前 - 我想要先稍微幫彭哥以及觀眾上一堂課 - 上到課 - 我也想要聽看看 - 我想簡單讓觀眾了解一下 - 什麼是前置後驅 中置後驅 後置後驅 以及前置後驅 - 那為什麼要說簡單講呢 - 因為這種物理定律的東西 - 我講真的啦 - 如果我要講得很透徹 - 我可能一集也講不完 - 可能難講得完 - 那在這三種配置上的操架 - 會有截然不同的操架技術 - 那我們在提到配置之前 - 我們要先請大家以及彭哥記住一個觀念 - 對 好 - 車子在做任何動作 - 加速、減速、過彎的時候 - 都有車身關心 - 對 - 以及很重要一點 - 引擎 - 是整台車質量最重的地方 - 先記住這兩點 - 然後我們接下來開始分析 - 每一台車子的一些特性 - 那我們首先我們先從我們普遍上 - 比較常看到的前置前驅開始 - 對 - 前置前驅一般的市售車都是這個配置 - 那為什麼會配置前置前驅呢 - 前置前驅顧名思義就是 - 前置引擎配上前輪驅動 - 那這樣的配置有一些優點 - 第一個優點就是說 - 它少了傳動軸 - 那所以重量會比較輕 - 再來就是說 - 它少了傳動軸這個動能的損失 - 所以油耗就會相對比較低 - 省油 - 比較省油 - 對 - 然後再來有一點就是說 - 因為我們的引擎跟驅動能 - 都配在前面的關係 - 所以我們車室會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- 空間又變得比較好 - 對 因為畢竟是市售車 - 就是以空間跟油耗為考量 - 那缺點是什麼呢 - 當我們今天在跑山的時候 - 我今天有帶一個小法寶 - 我們的Limbo的PoroCam - 喔啊 - 我們開來稍微示範給大家看 - 當我們急煞的時候 - 前輪必須要負荷到引擎的重量 - 然後還有傳動 - 那力量很多 - 然後還有轉向 - 對 - 然後以及車身的慣性 - 對 - 這麼多慣性 - 負荷在前輪的時候 - 前輪就容易失去抓地力 - 對 - 那失去抓地力會有什麼後果呢 - 因為我們在進彎的時候 - 我們會打跌腳 - 對 - 所以輪胎應該是會是這樣子擺的 - 對 - 當我們今天失去了抓地的時候 - 輪胎就沒辦法依照你的想要的方式去轉 - 它就會往前推 - 因為我們重心往前嘛 - 對 - 它就會往前推 - 然後車輪你雖然是這樣轉 - 正常是要這樣走嘛 - 但是因為負荷過重 - 往前推的情況下就是要推頭 - 也就是我們常說的 - 轉向不足推頭的這個道理 - 推頭就是這樣子 - 推頭就是這樣來的 - 所以其實前置前驅的車子 - 比較不適合拿來激烈抄價跟跑山 - 再來我們講性能車 - 性能車像是BMW或是賓士 - 但是大部分的配置是前置後驅 - 當我們一樣在激烈抄價的時候 - 到我們 - 因為前置後驅 - 引擎 - 在前面 - 在前面 - 驅動我們在後面 - 重量是在前面嘛 - 所以我前輪只要負荷到 - 轉向跟原本的慣性還有引擎 - 減輕它的負擔 - 減輕的負擔 - 對 - 當我們往前去急煞的時候 - 我們車會是這樣子進彎的嘛 - 這樣進彎我們會發現 - 後輪其實是會往上走的 - 浮一點點前 - 後輪浮起來的情況下 - 後輪就會稍微失去抓地力 - 所以當我們今天在彎內補油會發生什麼情況 - 屁股就會飄一點 - 屁股就會飄 - 對 - 這就是我們所謂常講的轉向過度 - 轉向過度就是這樣子 - 所以就會甩 - 後輪就會甩 - 但是它有一個蠻大的優點 - 就是它在高速的穩定性很好 - 因為高速我們在開的時候 - 因為前面會有重量 - 去平衡掉車身的一個重量平均 - 所以它在高速的穩定性相對來說就會發揮得很好 - 那轉向過度這一個優點呢 - 就會造就車容易甩尾嘛 -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甩尾車都是FR - 就是前至後驅的配置 - 再來 - 我們保時捷純正的配置 - 後至後驅 - 這當家厲害的地方 - 當家厲害的地方 - 那後至後驅有什麼優點跟缺點 - 優點就是說 - 我們會看到保時捷的前箱蓋 - 其實是一個行李箱空間 - 它是一個空的嘛 - 是 -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它的前軸是很輕的 - 那前軸很輕的優點在於說 - 我們今天一樣在積業操駕的時候 - 我們進彎 - 我們一樣是煞車 - 車頭一樣會往下 - 所以慣性其實會讓前輪是有負荷的 - 會往下 - 那這個往下的重心慣性呢 - 是很剛好的 - 因為前軸轉向輪它的抓地是很好的情況下 - 它的轉向就會很輕盈 - 因為前軸沒有任何配重 - 對 對 - 然後加上它的後輪又幫你壓著 - 更穩 - 後至後驅嘛 - 然後引擎在後面 - 後輪幫你壓著的情況下 - 你在補油的時候 - 你會發現它很穩的就這樣過去 - 很穩 - 所以不管在賽道或是山路 - 保時捷的後至後驅在連續彎 - 你會發現超級強 - 超強 - 但是缺點來了 - 因為我們前軸是沒有東西的嘛 - 偏輕 - 東西在後軸 - 所以我們在高速的時候 - 尤其像是G2RS這種比較大馬力的 - 我們在重踩油門高速或是說出彎補油的時候 - 會發現前軸會抬 - 會抬起來一點點 - 會抬 - 所以會有一個不安定感 - 穩定性在高速上面是會比較不好 -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缺點 - 對 - 就是說 - 因為我們的在過彎的時候 - 我們不是可控性很高嗎 - 極限值很高 - 你越接近極限值 - 但是你要記住一點 - 對 - 今天 - 車子跟地面上 - 的抓地力是靠什麼 - 輪胎 - 是靠輪胎 - 所以當你的車身的極限值 - 接近輪胎的時候 - 輪胎也有輪胎的極限值 - 對 - 那萬一超過了 - 萬一超過了 - 馬上就會失控 - 應該這樣講 - 如果像是前次後續的配置 - 對 - 我們在快失控的時候 - 其實我們就大概知道說 - 車子好像快失控了 - 感覺得出來 - 極限離失控有一段距離 - 對 - 但是RI配置的車子 - 極限離失控距離很低 - 所以我們很常聽到一點就是說 - 當今天保時街失控了 - 你問車主說 - 剛剛怎麼了 - 他說 - 不知道 - 突然就失控了 - 再來我們要提到的就是 - 像是賽車 - 或是超跑很常用的 - M-R配置 - 對 - 中置後續的 - 我們在超駕的時候 - 在激烈超駕 - 不管是在賽道 - 或是在山路的時候 - 對 - 我擊殺 - 往前 - 出彎 - 往後 - 當你的重心 - 在中間 - 引擎在中間的時候 - 其實平衡是很好 - 車身配重是最好的 - 不管前後左右 - 你的配重是最好的 - 然後再來一點就是說 - 車主也最能拿捏到 - 今天車子在幹嘛 - 最能夠感受到 - 它整個重心的轉移 - 因為它重心沒有到很靠前 - 也沒有到很靠後 - 對 -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 - 像這些劉馬 - 蛙 - 麥拉倫 - 他們在彎內道也在做些什麼 - 你也可以比較 - 能夠即時的去反應說 - 這些操控 - 對 - 就是車帶給你回饋是最直接的 - 對 - 最直接的 - 缺點是什麼 - 缺點就是說 - 通常這類型的車子 - 對 - 因為引擎在後面 - 對 - 所以你少了行李箱空間 - 對 - 車內一定是兩人座 - 對 - 也沒有第三人座 - 那前箱通常都小 - 都小 - 所以說就是 - 比較不適售考量的車子就是這樣子 - 那再來 - 我們要提到一些比較特殊的 - 是 - 前中置引擎 - 像我們今天要試的這台AMG GT-R - 或是像馬丁 - 全部都是前中置引擎 - 那為什麼它會是前中置引擎呢 - 是 - 因為很簡單 - 我們剛剛有講到一點 - 引擎越靠中間 - 重心配置會越好 - 所以說 - 我們會看到為什麼AMG的車頭這麼長 - 要怎麼把引擎靠近駕駛座呢 - 對 - 然後把車頭坐長一點 - 啊 我懂 -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到 - 其實我頻道很常講就是說 - 所有車廠都是在車子的先天條件下 - 去加強 - 對 - 那它竟然不能把引擎放到後面 - 那我就想辦法把車頭加長一點 - 然後竟然把引擎往後嚕嚕嚕嚕 - 嚕到最後面 - 對對對對 - 所以這就是每台車的配重的問題 - 特性 - 在操駕每台車的時候 - 我們就會先有一個基準點在 - 就既定的一個觀念 - 跟大概會想要的一個體驗跟操控 - 就會在你 - 我就知道說 - 我今天開這台車 - 它可能會偏推頭 - 是 - 它可能會偏甩尾 - 那我在操駕的時候 - 我就會去比較注意這一項 - 當我們瞭解車的特性的時候 - 我們就可以出發去試駕 - 所以我們現在要認真來試一下 - 試一下 - 這台AMGTR - OK - 牛柏林賽道的某個綠 - OK - 好 GO - 那我們就轉到Sport - 直接來試一下 - 好 - 我不得不說 - 民視的聲音真的很好聽 - 滾水聲了 - 滾水聲了 - 喔 - 這半泡 - 還會斷油耶 - 刺激喔 - 哇幹 - 欸做副駕真的是開玩笑的 - 我們盡量試一下 - 先了解一下這個車的動態 - 對對對 -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嘛 - 是 - 其實這個車應該是會偏 - 怎麼樣你還記得嗎 - 都忘記了 - 都忘記了 - 喔幹 - 欸這個心臟真的加速很快耶 - 對啊 - 其實500多匹這馬力 - 我覺得在山路看起來是很舒服 - 我們剛剛講了 - 前至後驅的車 - 屁股應該是會偏滑 - 對 - 對 - 但是它算是前中置 - 對 - 前車頭加長的關係 - 對 - 所以大部分在國外大家開起來的感覺都是 - 這車會偏推頭 - 因為我們可以馬上感覺到 - 雖然車子偏推 - 但是它的懸吊反應是很好 - 而且我現在只要開一段 - 哇塞 - 喔一直推 - 對 - 對 - 這很危險 - 它雖然是裝渦輪增壓很輕 - 但是我沒有感覺到就是它的 - 渦輪的反應是蠻線性的 - 對 - 就比起麥阿倫嘛 - 因為一樣都是500多匹 - 我570是570匹 - 還是585匹 - 對 - 在出彎補油的時候 - 或者在彎內補油的時候 - 它不會有突然的猛爆感 - 對 - 所以其實以整體開起來的感覺 - 我覺得是蠻順的 - 不像一些 - 像一些人跟我講說 - 欸這個車開起來是很猛爆 - 其實沒有 - 我覺得是偏蠻順的 - 然後再來就是這種車進彎的角度 - 就要很注意 - 對 - 盡量早一點進 - 讓車子可以早一點帶進彎裏 - 對 - 因為其實長車頭的車 - 呃不得不說 - 它新天性就是偏本重點 - 對 - 只是像這種車子阿 - 蠻順的 - 你在介入你的剎車的時候 - 你就是要很注意 - 因為當你剎車太多 - 你看它其實沉很多 - 對 - 有沒有看 - 對 - 它其實沉很多 - 對 - 所以你在彎裡面 - 你在彎前帶剎車的時候 - 你要記得你在快進彎前 - 剎車一定不能多到 - 對 - 因為當你沉很多的時候 - 你後面就沒辦法控制 - 這煞車真的不太行 - 其實我們剛剛沒有開很長時間 - 到這裡我已經覺得 - 它有點軟軟的 - 前煞已經有點軟了 - 對 - 你要想它是逃煞 - 對 - 對 - 所以國外一些車媒 - 在試這個車的時候 - 就會很想講 - 他們有講說 - 再來車在散熱的效能處理上 - 不是這麼的好 - 對 - 但我覺得說如果你今天是 - 你想要輕鬆開它的話 - 我覺得你在山路是可以開到很多 - 多樂趣的 - 對 - 但是我覺得你要Push到極限 - 再來是沒辦法Push到極限的 - 應該這樣講 - 我們換一個方式來講好了 - 對 - 就是我在試之前 - 我有先問過易凡 - 對 - 他在賽道裡面開這台車的感覺 - 他有跟我講說 - 整台車的行程偏推 - 對 - 插在彎中 - 沒辦法做很多細膩的一些處理 - 那我有發現 - 當這台車我們沒有開到接近極限值 - 大概就是六七十趴的時候 - 整台車是很可控的 - 加上它的懸吊太強 - 對 - 整個是把車吸住 - 你只要車路面上沒有過多的一個彈跳高度 - 對 - 你會覺得整台車是黏身的 - 對 - 但是當今天我多Push了 - 你看我這邊多Push了 - 喔對 - 就像剛剛一開始這個會有彈跳的感覺 - 對 - 而且加上因為它車頭很重 - 對 - 所以你在帶煞車的時候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- 對 - 因為它沉下去的速度是很快 - 可是你剛剛一踩就沉 - 而且其實我正常煞車是帶更重的 - 對 - 我現在的煞車力度大概是平常拍車大概60%的 - 對 - 你看我光小彎我在進彎的時候 - 它其實是沉的 - 那沉就有個點 - 你只要前面的行程大 - 對 - 你的慣性就會越往前 - 你慣性越往前的情況下 - 那推頭的反應就更明顯 - 喔 - 所以當這台車我在Push它的時候 - 就是一直在推頭 - 我的頻道一直蠻多人 - 想要請我試這個車 - 對 - 加上一些AMD GTR的車主 - 因為他們跟我講說就是 - 他們看了蠻多頻道 - 在講這個車都說這個車超過性很好 - 非常好 - 當然他們一開始開的時候 - 也覺得這個車開起來蠻棒的 - 對 - 但開久會覺得說 - 欸為什麼 - 感覺這個車好像 - 不太聽它的控制 - 其實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- 你對速度麻痹 - 你對操駕麻痹 - 對 - 所以你會開始Push它 - 喔 - 但你開始Push它的時候 - 我剛才有講 - 這台車其實在 - 極限值之前是非常非常好開的 - 嗯 - 就我們如果以這台車的極限值是70% - 你開在60%其實一定好開 - 我們舉個例 - 如果今天我去試F1的車 - 對 - 不管我是Hars車隊的車 - 或是是賓士的車 - 我都只會覺得這個車超級強 - 嗯 - 但是今天Hamilton - 來試Hars的車 - 對 - 一定會覺得它的車很爛 - 因為它已經試到極限值 - 它一直沒辦法Push - 對 因為它可以把車子Push到極限值 - 應該跟你講 - 極限值到失控還有段距離 - 不是過了極限值就等於失控 - 喔 我懂 - 就是它有一小段空間 - 它有一個空間可以讓你在裡面去游移 - 對 對 - 不是過了極限值就等於失控 - 但是這台車 - 我煞車帶很重的情況下 - 它會整台車會直接在你 - 往內推出去 - 對 - 對 - 那 - 剎車不能帶重 - 並不是說我今天剎車帶不重就好 - 今天剎車我要帶不重 - 就相對的 - 我在直線到靜彎之間的速度就不能快 - 那當然有很多觀眾問你 - 欸 你去GTR - 甚至Black Series - 不是在扭柏林的成績 - 紐北的成績非常好嗎 - 對 - 那為什麼我們開起來會是怎樣子 - 其實我覺得有兩點大家要去理解 - 對 - 第一點是 - 紐北賽道的所有的測試 - 都是車廠的封閉測試 - 有人被拍到用塞車器喔 - 對 - 也有拍到車內的東西拔掉 - 可是你要講這是市售車 - 大家也可以多注意輪胎這一塊 - 對 - 像這一台出廠配置應該是Cup2 - 對 - 的MO - 是 - 什麼叫MO - MO是賓氏認證 - 對 - 叫MO - 那保時捷G3RS出廠的配置 - 在紐北刷的那套胎是Cup2R - 對 - 車廠會跟輪胎一樣配合 - 針對它的車種跟這個賽道去調配輪胎的配方 - 對 - 那這時候你就會說 - 欸那你這樣就不是市售啦 - 欸不對喔 - 它把它拿出來賣 - 那你說這個算是市售的一個範圍嗎 - 你說它算好像也算了 - 你說不算 - 對 - 好像也怪怪的 - 是 - 對 - 所以這是有一些誤區啦 - 那再來一點就是說今天 - 呃 - 紐北的賽道環境跟 - 台灣的使用商來說還是相對有一定的落差 - 因為紐北第一都是高速賽道 - 對 - 然後第二就是台灣的彎路區普遍偏低 - 然後不管是賽道還是山路 - 所以這個一些環境因素總總加減起來 - 其實我覺得紐北的成績你就當做參考就好了 - 嗯 - 不過我必須說 - 丁四真的是一個很會造車的車廠 - 對 - 就我完全能夠感覺到這台車真的是 - 有夠好看啦 - 嗯 - 嗯 - 真的是很好開 - 但是它在 - 呃 - 為什麼AMG GTR在國外 - 甚至國內撞掉這麼多台 - 這也是觀眾朋友很想知道的 - 我剛好講 - 對 - 這台車極限值偏低 - 對 - 那你就很容易摸到 - 當你要去救這些物理官訊的反饋的時候 - 你今天是一個很厲害的車手 - 那你當然救得回來 - 對 - 那但是如果你今天不常摸這類型的車 - 對 - 那你就很容易相對失狂 - 沒錯 - 童哥你站在中古車 - 專業中古車老闆的角度 - 你怎麼看待這個車子 - 有時候這個集聚來說 - 賓士的品牌的定位 - 它已經是一個那麼會跑的車 - 對 - 可是它跟牛馬在一起比的時候 - 六百多萬要賣的時候 - 消費者疑慮很大 - 但它其實折價折百多的 - 因為它行車1100萬 - 對 - 就是以折價來說感覺好像夠了 - 可是台灣的消費者好像對超跑來說 - 他就覺得說六百多萬他可能選擇牛馬 - 我有更多選擇 - 對 - 所以很可惜這台車的好 -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去真的像 - 那個Charster一樣 - 試玩就知道說 - 它的樂趣在哪裡 - 其實你只要是 - 能夠很細節的去處理這台車 - 對 - 你不要一直想把這台車 - push到極限 - 這台車的可控性是非常高 - 它在極限值之內真的是 - 真的是很好看 - 對 - 你只要把握幾點 - 我找煞車 - 對 - 找進彎 - 找把車頭放在對的位置 - 對 - 那補油其實你可以補得很大 - 當你找煞車早進彎的時候 - 對 - 你看我就可以把車頭放到直線 - 我就可以補油了 - 那我找補 - 其實你在彎處的損失是不會很多的 - 對 - 就是要讓屁股帶火 - 你不能讓它推直 - 讓屁股帶火 - 讓它進去它該進去的位置 - 因為它車頭很長嘛 - 所以它車頭是有指向性的 - 對 - 那它的指向性也是因為慣性的關係 - 讓它去帶 - 車頭會自己帶到對的位置 - 你只要能夠去處理它 - 其實你可以很野的去操駕它 - 但是記得 - 你要有相對的操駕技巧 - 對 - 才能這樣子開這種車 - OK 那我們還是要很認真的試一下 - 對 - 所以我們要來試它的TC可調 - 好 - 彭哥你OK嗎 - 我很緊張 - 真的很緊張 - 太久沒有坐旁邊給人家開了 - 好那 - 因為它TC總共有多段數可以調 - 這也是這台車的賣點 - 就很像GD3的長車 - 那TC可調的情況下 - 我們首先要把它翻滑全關 - 對 - 然後翻滑全關之後 - 開到Sport Power Race - 對 - 然後它的介入就會由這邊控制 - 對 - 那所以我們現在先把它轉到最基本的段數 - 對 - 就是最高端的時候 - 對 - 有啦 屁股也比較紅 - 但是完全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- 對 - 好像整個就是我很感... - 你現在就是移進去的感覺 - 對 - 那我們再關一段 - 好 - 對 - 好 - 靠這個道道聲 - 靠好兇喔 - 這個我們就是... - 大龍炮吧 - 有感覺更... - 有 - 其實差很多耶 - 對 - 真的坐在旁邊就很明顯感受到了 - 真的坐在旁邊就很明顯感受到了 - 哇... - 那這個段數其實... - 這個段數其實蠻尷尬的 - 對 - 因為一段太少 - 對 - 第二段又很多 - 對 - 屁股馬上蹬一下就馬上就滑了 - 出彎也是 - 對 - 你就是... - 好像已經... - 要已經在那個臨界點的感覺 - 其實我很順耶 - 我永遠沒有多下 - 對 - 就是正常... - 很順的下 - 當他在出彎的時候 - 車頭擺正他就會滅下 - 這還是沒辦法解決他... - 前車頭偏推的一個狀況 - 所以我們只能再把近彎的幅度 - 拉大一點點在開這個車 - 對 - 所以你不能很暴力在開這個車 - 我建議你很暴力 - 重殺、重殘 - 你在開這個車的時候 - 你馬上就出去 - 對 - 我這個真的太滑了啦 - 這一般人沒辦法教育的 - 但我覺得你像速度控制得宜的時候 - 之後就還... - 還可以啊 - 對... - 對啊 - 那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覺得一直要 - pus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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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到最後... - 就掰了 - 對...就掰了 - 所以... - 像你就懂了它的特性在這邊 - 所以一般你不建議人家直接就開這個吧 - 我不建議 - 我覺得你如果真的想要想 - 如果你的差距速有到 - 你在開的時候 - 我覺得... - 你就是用一段就好 - 對... - 它在... - 每一段的... - 我不會再開下一段啦 - 對... - 因為我覺得這畢竟不是我的時候太危險了 - 但我覺得它在一段跟二段 - 它的介入的感覺是很明顯 - 差太多了 - 對... - 一般像我們在開廠車還說好了 - 是... - 它每條一段 - 它的感覺是很細 - 有感覺 - 但是它的感覺不會這麼明顯 - 對... - 這個的調一段感覺很像是... - 廠車調兩段的感覺 - 嗯... - 太多了你知道嗎 - 所以你抓到就是說 - 我現在到底是要多還是要少 - 但是我覺得你如果單純不然一段的話 - 它整個差距速就是有的 - 你可以很能感覺到車子得一些側向的距離 - 跟車子在滑的那個感覺 - 嗯... - 其實... - 我必須講啦 - 雖然它沒辦法開得很快 - 嗯... - 但是我覺得開起來的感覺很爽 - 對... - 而且這個聲音... - 哇... - 一直在後面一直可以... - 它原來銷魂犯了 - 哈哈... - 可是我覺得這個車的定位 - 像剛剛彭哥講的 - 因為太尷尬了 - 對... - 如果這台車的定位在500多萬的話 - 哇... - 等它降到那個地步的話 - 我真的會考慮買一台來開 - 對... - 可是我覺得我可以享受 - 跟它互動的樂趣 - 對... - 它超級樂趣是有的 - 但是這種東西有時候很難抓到一個平衡點 - 對... - 你要再超級樂趣很高 - 那你又是想要讓車子可以很可控 - 這其實很難抓到一個平衡點啊 - 對... - 但是我覺得如果單純你想享受 - AMG帶給你這種超級樂趣的話 - 對... - 我覺得AMG GT-R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- 這是真的要小心 - 因為長車頭的車畢竟 - 跟我們一般開的車的... - 的性質是不一樣 - 不管你是不是很難開超跑 - 而且問我這些問題的都是 - 之前都是開超跑的人 - 然後換到這台車 - 那他們很猶豫這台車把賣掉 - 對... - 是因為21年之後 - 而AMG的GTR宣布停產了 - 對... - 這個... - 的四代 - 就是 Black Series - 嗯... - 它已經沒有AMG TR - 所以他們很... - 一直問我說到底該不該留 - 那我也覺得說 - 我可以透過這個影片告訴你們說 - 這台車到底該不該留 - 對... - 那我覺得整個抄架起來的感覺是這樣子 - 那... - 這台車... - 可留... - 可不留... - 那就是要看你們對於這台車的想法 - 對... - 以及你想要這台車給你什麼... - 樣的體驗... - 回饋跟體驗... - 對... - 好不好... - 我看過你的頻道最深刻的一集 - 是... - 就是你跟亮哥 - 嗯... - 去修變速箱... - 去奧迪 - 因為我以前的奧迪的車也是給亮哥修 - 因為你只要有往奧迪你就會知道說 - 是... - 亮哥是一個很偉大的專修奧迪的人 - 從引擎變速箱... - 他都是非常厲害的 - 厲害的... - 所以我知道你找了一個很指標性的人物 - 是的... - 你就知道說 哇... - 這個中國車上是OK的... - Yes... - 對... - OK好... - 那我這集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- 那希望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- 那對中國車有興趣的朋友 - 也歡迎到朋克頻道去看一下 - 好... - 我們這集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- 掰掰... - 按讚會轉 - 按讚會轉 - 按讚會轉